我問你一個問題 炒股票和打官司有什麼分別? Marco哥有什麼高見? 炒股票贏的是道理 打官司贏的是歪理 賺大錢難道靠歪理? 哪個有錢人不想找一個大律師做朋友? 有什麼移動,我們就去保命符 找幾個大老闆,學習炒股票 學習炒樓,有益身心 我寧願被人打,比比天收 你以後的路很難走 你還記不記得你當年讀法律是為了什麼? 中家就是香港的大世界 整個商界都要在背後聽他們的笛 如果贏,馬上出發 你現在代表的是他的情婦 即是中太太的死對頭 如果輸,就坐中身 我… 我只是借渣而已 來… 既然那個女人已經在監獄 就讓她不出來 關注警察和證據 等於判定是誰去調查 做人當然要以德服人 暗算靈計 不是 以前,每個人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時今日,人人都改口了 說法律面前窮人死定 我就看看,今天誰死定 警方已經不成見案陳詞 請你坐下 警方已經坐下 警方已經坐下 就算要坐一會 我都不想她女兒死得不得不得 我們是會拼命幫你打這場公司 我們一定會 證物幫他們 今天 證人幫他們 這裡 死人 都幫他們不倒 全部都正確 我們做刑事大律師 每天站在這裡堅持 唯一值得我們這樣做的 是只有一個理由